记者蔡正明苗栗报道,苗栗县通宵镇拱天宫是全国知名宗教信仰中心,但庞大车流成为当地交通安全隐忧。苗栗县政府争取交通部补助经费,拱天宫妙方负担配合款,联络道路去年9月动土,目前已完成工程难度较高的跨越台铁海线铁路调梁作业,预计农历年前可通车。 苗栗县政府也将联络道路跨越桥梁命名为拱天圣母桥。苗栗县政府说白沙屯拱天宫是重要宗教资产,白沙屯妈祖和静香徒步南下云林北港朝天宫景香更被列为国家重要无形文化活动资产,年年吸引众多信徒随行。 不过,台铁县专往拱天宫的主要道路狭窄,更有铁路平交道,每逢马祖或静香徽卵,大量车流造成周边道路严重堵塞,甚至从拱天宫附近平交道回堵至台铁县。 苗栗县更曾发生游览车擦撞民宅,车镇堵住平交道无法通行,火车被迫紧急刹车等状况,显向还生。 苗栗县县长长期争取或交通不同一和定纳入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统建设计划总经费3亿3千万,其中的地方配合款3960万元由拱天宫管理委员会全额赞助。 苗栗县县政府说,工程目前进度已达8成5,可望于农历年前通车届时将可疏解明年妈祖静香时的庞大人潮与车流,而道路工程跨铁路桥梁段,恰寻通宵镇公所及地方一见后,才那建议定名为拱天圣母桥。